在日本有一种在女子的重点部位摆上的寿司 剩余片这些食材 用身体来当成是装盘容器的特殊饮食文化 叫做女体城 而美国呢有一个知名的厨艺选秀节目 这一名的参赛者 她为了博得评审的青睐 竟然让自己的老婆来担任这一项任务 让全场大吃一惊 结果她最后还是惨遭淘汰 欲望城市里的豪放女沙曼山 为了给安娜达一个惊喜 把自己身体当成装寿司的盘子 这一幕想必让观众印象深刻 现在这活色身上的场景 竟然出现在美国的厨艺选秀节目当中 在独蛇评审和强敌环绕下 有参赛者为了赢得比赛 不惜出奇招 这位老兄立刻在餐桌扑上枕头 老婆脱下睡袍躺上去 评审都看傻了眼 全身只用玫瑰花和叶子遮住重点部位 生云片大餐就摆在事业线上头 看到这诡异的一幕 有地狱厨身称号的其中一名评审 眉头都打了好几个结 虽然大家还是赏脸吃上几口 不过这位让老婆大露春光的参赛者 手艺没有获得评审青睐 还是惨遭淘汰 这位新闻综合报导